嗨大家好,我是Nik 身為一個習慣使用Mac的作業系統來開發的軟體工程師 睽違了六年之久,我終於給他升級了這一次的… 欸?我的筆記型電腦 所以今天的影片內容除了會開箱我的2021的MacBook Pro的14吋客製化版本以外 也會和大家分享以軟體工程師加內容創作者在不同場景的使用心得 其中會包含著網站開發以及App開發 還有線上直播跟軟體剪輯的心得 和大家說明升級這台生產力工具對我來說的實質效益 主要會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從2015的MacBook Pro升級的契機 以及這一次客製化規格要選14吋還是16吋的想法 最後會是一些軟體跟硬體以軟體工程師的角度來評測的心得 也許可以為你正在考慮到底要買哪個規格作為依據的參考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內容 請記得一定要幫我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順手給我一個讚 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接下來我要和你分享的任何內容囉 目前我的日常家用機是2015年的MacBook Pro 也就是最後一代背板還會亮蘋果燈的版本 這台筆電陪我增在了很多地方 這幾年來我從原本只會寫網站到可以開發App 以及做線上直播跟剪輯影片 所以我對硬體設備的需求 隨著這幾年來學習的技能變多了也變得更高了 然後從2015年這一代開始之後蘋果出的專業級筆電 都把HDMI、SD card的連接鋪以及好用充電的MegaSafe給移除了 之後呢就開啟了一個買蘋果的筆電就一定要記得去買HUB的時代 甚至後面還加上了連工程師普遍都不愛的Touch Bar 而我現在公司所配置的工作用電腦 也因為最近剛好在做設備升級 所以就從原本的Intel版本換成了現在的M1版本 我自己在使用M1的電腦進行了這幾個月的網站開發狀況下 我也有拿這台筆電來測試過直播或是剪影片 甚至是編譯iOS跟Android的App 那綜合評估下來呢 我認為只要是這個M1之後升級的晶片 我覺得都是值得期待的 主要不愛無省電跟性能提升 以及沒有再聽到這麼吵的風扇噪音 再來呢以目前的生態 軟體圈也越來越多有支持ARM的架構 所以這次蘋果發表會完之後呢 我看到新版的筆電在規格上有做大變動 包含了連接鋪啊Megasafe全部都回來了 這對於我這個Matebook2015年的用戶來說呢 完全是可以無縫接軌的 我認為這次蘋果將專業級的筆電升級 把很多東西回歸給專業的工作者 應該蠻多人都跟我一樣在開始考慮說 我到底應該要買14吋還是買16吋 這個部分呢我會和你分享 我這次訂製的客製化筆電的一些想法 以官方這次公布的數據來說呢 目前的重量呢都是比上一代上上一代都還重的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M1的Matebook Pro的筆電呢 你就稍微把一台iPhone再放上去 兩個一起拿大概就是這一次升級的重量 當然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直接親自跑一趟蘋果的直營店 就可以去看一下那個筆電的重量的感受 以往在硬體規格上面通常16吋會比14吋再多一些連接鋪 maybe是Type-C之類的 但是這次在兩個尺寸的連接鋪上面的硬體規格呢 是都沒有差異的 然後這次在訂製CPU處理晶片的部分呢 14吋跟16吋一樣都可以訂到封頂的規格 也就是配備10核心的CPU 32核心GPU 以及16核心的神經網路引擎 並不會說你要買16吋才可以訂製到最強的處理器 所以對我來說剩下的差別應該就是螢幕、電池、充電器 以及還有16吋額外可以透過軟體開啟的高耗電模式 那這邊以NIC自己的習慣來說 平常不管是我在自己家裡家用的電腦 或者是我在工作的配備習慣 都會是把筆電放在左邊 然後外接一個螢幕 所以這樣子的配置呢 就變成了是我的主螢幕是外接的27吋螢幕 然後我的筆電的螢幕呢 就變成為次要螢幕 我考慮一下這次要買的設備主要會是放在家裡 所以帶出去的時間可能相對的偏少 但我不認為會完全的不帶出門 所以我很快的就捨棄掉了16吋的想法 因為我很少在沒有充電的狀況下使用 所以我自然也不是去這麼在乎的續航力 反而輕便可能會是我需要的選項 再加上以我目前現在背出去的背包 16吋是放不太下的 最後我是直接把升級16吋的錢省下來 然後直接投資在我的14吋筆電上面 我把處理器呢直接拉到滿 我這邊透過一些國外論壇的數據討論呢跟整理 我發現了只有在你買的容量越大 才能夠接近蘋果官方能夠跑的這個讀寫的數據 所以我目前看到1TB的容量呢 基本上讀寫速度會比512再好一點 那我自己實測下來跟國外的數據比起來 確實也是如此 所以這邊如果你沒有預算上的考量 我建議你直接從1TB的開始選 我看國外討論的內容有人推測可能是晶片的差異 或者是SSD容量比較大 它的緩存層本身就比較好 不過像我這次要客製化定制升級處理器的話呢 它其實有一個低消存在的 像這次我要選擇使用的是M1Max而不是Pro的話 那記憶體它的低消就是32G 也就是說你透過網站看到可以加1萬2 就把處理器拉到頂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下面的記憶體也連動的幫你跳32G 這樣子呢就不是加1萬2了 而是1萬2又1萬2變成2萬4 所以原本1TB的官方頂規呢 再加上你的客製化內容 就從了74,900變成了98,900 這也就是我這次NIC我訂製的規格 也就是即將要破10萬的價格 雖然這次訂製的價錢呢 說荷包不痛是騙人的 但6年前呢我是從一個窮學生買下了 第一次我的這個生產力工具的筆電之後呢 這幾年下來我認為這個筆電所創造的價值 遠遠大於了這一次購買筆電升級的價格 所以我自己認為呢是非常值得的 因為它對我來說是一個能夠創造更多價值的一個工具 那這次因為是客製化下訂 所以在下訂的部分呢 我就把鍵盤選了全美式的英文鍵盤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平常也是在忙打 所以也沒有在看鍵盤的習慣 除了骨子裡兇猛 當然外觀也要稍微有質感一下啦 因為這筆電呢 我是直接寄去我公司 所以在一個到處都是軟體工程師的地方呢 想必會吸引到大家的關切 各種香啊香啊各種香的 不然你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怎麼有辦法一邊拿著相機 然後一邊拆包裹呢 先跟大家說手感的部分 手感我覺得拿起來跟前幾代來的筆呢 確實是蠻沉的 相比2015年的Intel呢 或者是2020的M1呢 都重不少 這裡我有查到官方的數據呢 跟你分享一下 2015年呢是1.58公斤 然後2020的M1呢是1.4公斤 以及現在這一台2021年呢是1.6公斤 連接鋪的部分呢 給了三個Thunderbolt 4的USB-C 這邊一定要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買上一代 就是第一代的M1的話 它給的Thunderbolt 3呢 是只能接一個外接螢幕的 那麼如果你有兩個螢幕 然後硬接你的Thunderbolt 3 那就是看哪一個先接 就是哪一個先亮 它是沒有辦法通時使用的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注意 這一次升級的是Thunderbolt 4 它至少呢就可以接兩個螢幕 依照你訂製的晶片 它可以接更多 所以目前我看到官方分享的是 它M1 Max的話 是可以接到3個6K 以及1個4K 就是4個螢幕 那如果你是買M1 Pro的版本呢 它就是可以接兩個6K的螢幕 再來是充電的部分呢 這次進化成Megasave 3 那3比2來說呢 它目前我看到最有差別的 就是它這次的充電線 改用編織款的 然後它這次配備的是 很有誠意的96W的氮化加充電器 不過呢 如果你還是硬想要走Type-C充電 我測試過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再來呢 這次的鍵盤 我也發現它把這個顏色給塗滿了 好像變得蠻有質感的 不過它從鍵盤上面 是沒辦法直接控制背光的 它的背光控制 這次直接是在軟體上面 透過控制中心去拉那個軟體背光 這跟前幾代的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在鍵盤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 不再需要這個Touch Bar 然後它也把大家為之詬病 一直瘋狂complain的ESC變得更大了 回歸實體的鍵盤呢 對於專業工作者是絕對有幫助的 因為我目前看過 像有一些設計師 他們會去養自己的熱鍵 那有可能是Function鍵加F1到F12那一排 作為自己的快速鍵 以工程師來說呢 我看過的目前大多都不會去低頭的 看著自打鍵盤 所以以Touch Bar來說呢 是非常的雞肋 那個Touch Bar呢 工程師是絕對不會去拉的 你要說工程師能拿那Touch Bar幹什麼 我告訴你 一定是拿去做迴轉壽司 或者是去養小貓咪 然後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當初ESC 做在Touch Bar裡面的時候 工程師就是整完全不爽 因為要說工程師最熟悉的按鍵 除了Ctrl-C跟Ctrl-V以外呢 ESC絕對是一個逃離密室逃脫遊戲的最佳按鍵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大家多少人被Vin這個編輯器捆綁在那裡 然後每一個Stake Overflow 大家都在找出這個逃脫遊戲的關鍵 所以工程師對ESC是情有獨鍾的 包含他從編輯器離開 或者是我今天在瀏覽網頁的時候 想要把Model關掉 或是突然老闆來了 想把這個Line的視窗關掉 ESC小拇指這樣給他按一下 直接的畫面就回歸了你的編輯器 接下來是跟我的一些工作場景相關的軟體測試 基本上我的開發離不開網站 所以這邊我會先從JavaScript開始測試 主要會使用Chrome在Speed Amateur的網站測試 在瀏覽器上面執行目前幾個流行的前端框架 包含了Vue.js、Real.js以及Angular.js 這部分我分別跑在2015的Intel以及2020的M1 還有我現在新的這台2020的M1 Max 三台筆電上面呢 他去測試多種的To-Do List的分別執行及渲染的速度 結果我意外的發現M1跟M1 Max 在這個瀏覽器渲染的速度竟然是差不多的 然後M1 Max反而還少了2分 比較合理的解釋可以說是網路延遲 但我覺得以這個結果來說 如果你的日常工作是開發網站的話 M1第一代已經相當的足夠了 升級或是加價客製的話 不會有明顯的效果 接著是我的主力開發語言Ruby的測試 其實Ruby的新的版本一直都有支援ARM架構的編譯 這邊我在M1 Max上測試發現 同版本在不同架構下跑出來的Ruby Hash Function測試 竟然各有千秋 3.0.3 ARM版本的Ruby 比較兩者之間會發現 在Fy跟Delete相較於透過Rosetta 2轉移下去 執行的X86Ruby來得更快 當然ARM也不全男士都贏 也會有輸給經過轉移後執行的部分 接著我又繼續測試Ruby跑任天堂模擬器的部分 因為早期在Ruby2.0的時候 能夠跑這個專案的模擬器FPS為20 之後就透過能不能提升這個模擬器FPS 當作Ruby效能提升的一個指標 我打算分別測試ARM跟X86 在M1 Max下看一下FPS的表現 這邊的結果就比較明顯了 以轉譯下的X86在這邊測試 會看到FPS大約在40附近 而ARM架構下可以跑到60左右 這裡也繼續測試我平常開發使用的 單元測試工具RSpec 我手上有一個SideProject的API Server 有195個Example 目前在2015的Intel平均要17秒 2020的M1大約會在9秒 新的這部電腦2021的M1 Max 跑起來會在7-8秒左右 從前面這幾個測試的結果可以大約知道 Ruby在ARM架構確實有些許的提升 但並不是顯著的提升 M1 Max的效能理所當然的會比M1好 所以一樣的結論 如果你和我一樣是Ruby的開發工程師 在預算有限的狀況下 其實買M1就非常的足夠了 M1 Max呢 並不會給你帶來非常明顯的性能差異 再來因為我平常有使用 Red Native開發iOS跟Android的APP 這邊因為Xcode本身就是Apple自己開發 想必是會去做最佳化的 這裡可以透過Xcode Benchmark 這個開源的專案來做測試 不過其實你去看它的Redmi 裡面已經有提供大家的評測資料了 我這邊也基於好奇就做個測試 照著上面的說明呢 先Chrome專案之後 然後關閉WiFi 接上充電器 重新開機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個測試 可以看到最後跑出來的結果 和上面的資料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資料是有參考價值的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iOS的開發者 越好的M1晶片呢 確實能夠帶來更快的編譯速度 這邊我透過Dark來打包我專案的Image 主要會去安裝一些套件 然後透過指令去清除掉緩存之後呢 我目前在測試打包的速度上面 M1 Max大概會在16秒 那M1會在17秒 2015的Intel呢 則是來到了38秒 就以打包速度來說 相隔6年 我覺得提升2倍的速度是還ok的啦 那雖然Dark在Mac的桌面板 是一直為人詬病的慢 普遍測試在Mac裡面掛UTM去跑Dark 甚至會比原本的原生來的快 然而這裡要注意的是 有些套件可能沒有ARM的Image 例如MySQL、Kibana 或者是Elasticsearch 有的最近還在測試 那支援度是一直有在慢慢提升的 不過這邊踩的坑就蠻多的 至少在這次12月2號更新的Release Note裡面有提到呢 已經不需要Rosetta 2的轉眼了 估計未來會替M1做更多的優化 再來雖然我沒有寫過Python 但這邊好奇差異 所以我還是去裝了Python 3來 找到一個MandoraBot的演算法 依照網站提供的Example Code 來測試我手上的機器 分別在執行時間上面會有多少的弱差 所以執行的時候 你可以套入Time去計算時間 最後結果呢 M1 Max跑了56秒 那M1跑了149秒 2015的Intel就不用說了 就572秒跑了快10分鐘 但以這部分來看呢 M1 Max確實比M1快一倍多 那如果你是有在跑Python的演算法的 升級設備應該是會有明顯的差異 那軟體的部分我大概測了這些 再來是我覺得創作者的部分 一直以來我都是使用2015的Intel 這台在做剪片跟輸出 你們目前看到的影片就是用這台電腦剪的 不過Mac剪輯的軟體呢 其實在YouTube上面 已經有很多創作者去說明過比較過了 這邊我就跟你分享 我目前輸出一支15分鐘4K的影片 使用Adobe的Premiere 最新支援M1晶片版本的M1 Max 是跑了40分鐘 那M1則是98分鐘 2015的Intel就要跑5個小時 大家就知道我平常輸出影片多辛苦了吧 那這邊對於我來說呢 省下來時間是非常非常多的 最後是一個大家可能比較不會碰到的部分 就是直播的部分 我之前拿2015年的Intel直播是超級痛苦的 我當時只是想要一邊做抽獎 結果我開直播加抽獎 網站差點就是卡死 CPU絕對是跑慢的 那以M1 Max來說呢是完全沒問題的 畢竟光硬體就差距6年以上了 那記憶體也從原本的8GB拉到32GB 所以這方面只能說 順啦 最後的心得呢是這次的M1 Max 或者是Pro呢 我認為它更適合專業級的工作者 所以它的價錢相對的就是 一般學生可能負擔不起的 我認為在螢幕前面的你呢 如果不是像NIC我一樣 需要這些高規格高效能的使用場景 不必去買到這麼貴 或者是像我一樣客製化的規格 以現在市場上M1的第一代 基本的規格呢 或者是其他二手的筆電 應該都還可以讓你再佔個兩三年左右 依據我過去幾個月 透過公司M1的這台第一代的筆電呢 做開發 我認為在很多場景下 其實效能已經足夠使用了 除非你像我自己家裡常用的那台電腦 是隔了好幾代 已經隔了六七年了 在考慮要不要換 那我覺得他這一次的契機呢 是完全值得換的 然後如果你是初次想體驗MacBook的朋友呢 那我覺得現在M1在市場上面 二手價格應該會還不錯 因為他新的一代已經出了 那我覺得以第一代的M1來講 是完全夠用的 對我來說 投資設備可以省掉的時間呢 是相當划算的 我這邊呢和你分享 之前我看到Reddit的工程師 在Twitter上面的分享 那我就把它放在旁邊 主要是說他們購買了 2021的M1MacBook之後呢 編譯他們Android的App 直接省掉一半的時間 那以數據來說 他們的團隊有9個人 一起升級下來 大概快要花台幣將近100萬 但是他們認為2022年呢 預計可以省掉開發成本 將近300萬台幣 所以基本啊 3個月就可以回本了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目前在商業軟體開發 我覺得工程師的時間 絕對是最貴的 很多時候呢 你已經有了想法到 工程師已經變成了程式碼 要開始實踐了 通常會卡在硬體在編譯啊 或者在跑測試的這些時間 這時候呢工程師他在等硬體設備 需要跑出他的結果的這段時間呢 你的薪水還是得照付的 因為要改善溝通流程啊 導入敏捷開發 調配資源啊 都是需要花非常非常多時間 才可以看到成效的 但投資設備呢 絕對是最快的暴力解法 因為跑這個測試或者是便宜 變快了就是變快了 省下來的時間呢 絕對是可以替換成更多的生產力 以上呢就是這支影片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全部的內容了 有些地方可能沒講到的細節 或者是你對這台新的筆電有任何的疑問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處和我一起討論 你的支持是我繼續創作最大的原動力 我是Nick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讓我看看 字幕仔細節 已經解決了 摩幫 瑞